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这段时间我要做入夏必备三件套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面罩 今天我要做遮压帽 先和大家分享帽子的图纸 您现在可以截屏 如果留言区有图纸 您也可以下载 这个是帽尾的材料 咱们面子一份,里子一份 面子上烫了60克的五纺秤 我们首先里面子 一起把短边车在一起 咱们车好以后分缝硬烫一下 然后两边各测一条窄边 现在我们把这一圈分成四等份 来收三个折子 这就是我们刚才车的缝缝 车的时候咱们这儿是一厘米 斜着车上去 下面我们拿出帽檐的材料 材料需要两份 我在反面都是烫了60克的五纺秤 我们把两份材料叠起 外面的这一圈我们用包边袋给包上 车好以后我们找一个硬一点的材质 我这个是X光片 然后我们剪裁就比整个帽檐小 一个缝缝 那我试了一下 需要一定的硬度 我这个X光片需要塞两层 塞好以后我们需要在帽檐上 车两圈线固定一下 车好以后我把两端给连起来了 交叠的距离是两厘米 然后两侧我又固定上了一个帽绳 现在我们把帽檐和帽维的连起来 咱们刚才收过褶子 宽的这边的是顶 那这儿和帽檐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测过缝缝的是后脑勺的位置 咱们把它对齐 然后测一圈 不要忘记车的时候戴上李子 帽维合好以后 我们把李子翻上来 然后用包边带 把这一圈毛边的给包上 帽子就做好了 我这个帽子就是这个连衣裙 多出来的面料 侧边还行 就是没面料了 要有面料我再做一个包 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帮帮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